文庄文庄賣30萬 小小鳥大概應該有30萬 還有我終於失去也是40萬 100多萬那個年代就已經 唱片公司就好奇異了 第34年嚴格說起來 除了歌手之外 你有做過什麼嗎 那 如果嚴格說起來的話 我從事想當 籃球運動員 那你真的嗎 真的真的 好吧因為 他也長得太高 我甚至跟那個180公分的人比 我的手掌還比他們大 所以我都有時候會告訴我自己說 可能是我沒有發育完成 沒有長期 青春期該發人的 當然 而且絕對你放心 絕對那個比例是不一樣的 絕對比例不是 那個跟身高是成正 對 雖然說有段時間我沒有出唱片 可是我們還是有在到處 演出啊 那段時間我就是結婚嘛 有小孩的 都是陪 陪小孩 然後在家裡面 當初那個網紅床跟小小娘 到底說真的 到底說真的 這兩首歌 哪一首歌讓你賺得比較多 十指品 都賺得很多 應該說是聯手薛 哈哈哈哈哈哈 這樣他們說會變標題的 聯手這個薛郎 所以我就覺得就是說 如果說你也講說一個藝術品 譬如有時候我們講說 某一個畫的 是 拍賣 哇怎麼拍了幾億這樣子 我看這兩首歌 絕對是 符合那樣子的 那個價值 這樣 我一首我賣三十萬 小小鳥大概應該有三十萬 還有我終於失去也是四十萬 這幾張價錢就一百多萬 一百多萬那個年代就已經 唱片公司就好幾億了 它所產生的周邊效益 包括就是後續的這種 繁稅收入啊 我想那個 價值都 可能都不止幾億 真的不刷專輯 還會是可以讓你收的 其實前幾年就可以退休了 哈哈哈哈 那你就是新專輯 跟你終於宣布 單身這件事情 你有一些觀念 整個專輯的概念 我覺得就是要揮別過去 那不管是不單身 只是我的感情生活 包括我 我自己所有在這個 行業裡面 大家過去所對我們的認知 查一些資料 好像有時候你剛出 簽進去之後 因為有名位長相 然後公司就趕快看 到底沒有不想讓我發片 其實質疑的 質疑的聲音有 我相信我當時出道那個年代 就有了 只是因為那時候沒有網路 所以你也聽不到 就是我聽不到 還有就是說 也許他們私底下在講 那時候我們的一些 電視節目要上 看到照片就說 這個好像我們在看適當的機會 這樣 甚至有些就直接講說 這很難上電視 又是新人 沒有知名度 然後長這個樣子 一直到這個專輯 就賣到十萬張左右 就是 就是 開始好評 不斷出現之後 電視單位才 真正就願意讓我上電視節目 年齡完全不是問題 心態比較重要 然後我認為 藉由這樣的一個title 這個老不休 其實也給我很大的空間 你知道 他就超越了像 玩手不休溫柔的那種 可能比較被壓抑的 你不得不嚴肅 為什麼 因為那個 就像說 如果當年 如果我跟人家講說 我很想做很持久 你會不會 我的音樂生命 可以很持久 對